平安,人活一世,平安是福,从现在开始,要更懂得照顾自己,照顾家人,有了好身子,才有了一切,知足,是你的跑步掉,不是你的难强求,懂得知足,知足长了,不去做盲目的攀比,才有内心的宁静,知足本身就是一种聪明的生活艺术。 财富,家财万贯是运气,一身扛见是福气,大鱼大肉也是一日三餐,瓜果蔬菜也是一日三餐,吃得清淡简单反而健康,不管钱多钱少,都要走踏踏实实的路,挣干干净净的钱,做堂堂挣挣的人,这样好的运气才会降临。 幸福,幸福是细水长流的顺心舒畅,时间飞逝,转眼2017就过去一半了,一日又一日,愿我们都能开心舒畅,珍惜家人的陪伴,珍惜生活的美好,西园,茫茫人海,相遇是园,珍惜朋友的缘分,感谢你一直陪伴在身边,懂,是世上最温情的语言, 勤恳,天上不会掉馅饼,上天也不会亏待真心用功的人,苦也好累也罢,还是要勤勤恳恳过日子,不偷懒不凑合,认认真真过好自己的生活,快乐,时间风景搬迁,最贵是心中快乐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 这段话送给自己,愿心静从容,知足长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